等车等了一个小时还上不了车 这么夸张的情节竟然在基隆出现 由于1813 1815中校东路线 在尖锋时间常出现满班情况 导致在路线末端等车的民众 常常三四班过了还上不了车 民进党基隆立委参选 周恩廷议员现场会刊后提出三项建议 第一个必须要精准的发车 因为很多民众因为车班托班的关系 导致他们在这个局隆这边等车 必须等一个小时都还上不了车 那第二个就是必须要充分揭露发车的讯息 让民众可以很清楚的掌握 我什么时间来搭车 什么时候比较能够搭得上车 第三项则是争取国光客运通勤尖锋时段 在国家新城发加班车 以应应末段各站后车民众的需求 因为国光新城这一边下来 大概只有三站 第四站就到了局局 第五站就会到附近天下 在这五站的这个乘客 让他们可以避免等候从金山那边发车来的车 只因为塞车卡在道轮地区 甚至因为很多人赶着上班上课 来到这个地方又没有位置可以坐 都是客满的状况让他们上不了车 那这个部分国光客运的高层已经有承诺 他们会尽快来研议办理 那如果需要跟公务总局发文来这个取得同意的话 他们也会尽快的来处理 那我想我想这个部分如果可以很快的解决的话 应该每天至少会有一两班的加班车 从国家新城这边直接下来在这五站的客人 那也可以让我们的乘客减少很多乘车的这一个等候时间 这问题非常感谢当地里长刘大为 每天辛苦的指挥协助通勤民众上车 也呼吁金融市政府紧速改善道路人地区交通拥塞问题 才能彻底解决国道客运拖班问题 还给通勤市民顺畅安全的搭车环境 到道路人地区这边的路幅很狭窄 那假日的时候是完全的动弹不得塞车塞的非常严重 可是上班时间也因为必须保留一个车道 让左转的车辆上情人湖 所以只剩一个车道可以通行 车子常常要等两三个红绿灯才能通过 因此我们建议市政府要在这个地方 加派人力在尖锋时间来疏导我们的交通 那甚至说是不是可以在尖锋时间 让左转的车辆到更前面的地方 去回转在上情人湖 以避免再用一个车道导致车辆全部都塞在路上 记者张祁腾金融报道 谢谢大家